我是赵少康 刚刚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邱强博士 邱博士你好 你好 谢谢各位 我们这个访问邱博士主要因为呢 他有一本新书 叫做Aerofree 零错误 全球顶尖企业都采用的科技策略 就零错误了 没有错误 很难吧 零错误都不判错 好像这个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公司也是这样 怎么有可能零错误呢 听起来很难 其实做起来很容易 因为这个零错误的观念 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 小的事情失误大家都有 比如说 但只要不要有大的后果 要把这个后果的失误的事情解决掉 但你知道怎么做 结果是这个方法是很容易的 这本书是远见 天下文化出的 那我看里面叙尼说 先写中文版 然后再要写英文版 原因何在 原因是这样子 我们的以前的所有的 我做给工业借的书 都是英文版 那么这次来的时候 是写了一个中文版 中文版的原因是 中文版比较简单 英文版比较难一点 到底这个零错误观念 在国内来讲 到了一个新观念 但是在国外 很多公司都已经用零错误观念 在帮助他企业达到成功 或者个人 但国内这个字 大概是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们是比较先写中文版 比较简单一点 是是 所以一个观念 不过里面你有讲说 要怎么做怎么做 我们一个个来看 那邱强博士是清华大学 你是念和工 应该是 那时候和工蛮热门的 那时候十大建设 觉得核能发电厂 是其中之一 然后你到MIT念 机械级核能博士 我不太了解 二十五岁用八个月时间 拿以最高成绩 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 我很少听到 用八个月能够 一般都是三年 哪有八个月呢 麻省理工现在也是三年了 在我那个时候 麻省还放开了 说你可以挑战 是 你可以挑战博士 你挑战博士 有个坏处什么东西 你挑战完 拿不到 你就走了 就挑战完 你没有通过就走了 就不能留下来 不能留下来 他不能给你第二次机会 但你敢挑战 你就可以 就可以跳过 他以前这个三年的requirement 三年的要求 通常是三年 对 通常三年 那你就挑战了 挑战了 那你在台湾 没有念硕士吗 就是念学士 就直接去了 那中间跳过硕士吗 直接挑战博士吗 他在麻省理工的时候 他先把我送到哈佛 就是哈佛大学 去看 去学他的 他的公司的管理 他这个 他们的MBA MBA完了以后 再回麻省理工 把我的硕士拿到 然后再挑战博士 是 博士 挑战完以后 八个月 我就把博士论文写到 写好了就走了 这很厉害 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在Clemson 南卡 南卡 他们这个football很厉害 很有名的 对 那我们做那个 纺织 我们做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纺织工厂的废水 控制用 reverse osmosis RO 对 来做 我们最先进的时候 对 教授教我念博士 我不念 我说还花三年时间 他说我两年就给你 我都没念 我对于说两年就很快的 我一看到你八个月 我想八个月 这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 尤其MIT 这种这么全世界最好的 是很非常 所以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幸运 不光是幸运 这一点 不可能只是幸运 那后来 你就成立危机保险公司 然后 现在又专门帮人家 公司怎么样能够改正错误 叫做零错误公司 你的公司叫零错误公司 对 我就是叫这名字 对 好 那你这边也说 2009年 有些法航四四七班机的空难 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引火倒闭 另外你提到这个 车诺比尔 车诺比跟那个 挑战者号 对 这个爆炸 对 挑战者号爆炸那年 我刚好在洛杉矶 1980 我到公司去开会 对 在LA 在旅馆里 对 我要回台湾那天下午 对 看电视 突然发觉 这是不可 就不能 不可思议 不能想象的事情 对 不能想象的事情 对 因为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发射 绝对就没有问题 对 对 那你从这两个世界 你就开始去研究 到底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错误 对 我是从三里岛出来 开始研究 三里岛 那时候三里岛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 哎呀 可能是机械错误 机械的东西 没有好 那美国政府那时候就叫 美国的这个厂商 是 的工程部主任 全部要去做调查 是 那我被征召去了 征召去我们的公司 就说 我们不是制造商 那个 那个电厂的制造商 他这样好 你就调查人为错误 我就发现 那一次调查以后震撼 就说 人的错误 一个小错误 三里岛 最后整个炉心龙掉 他的机械都设计得很好 如果人不去干扰的话 那时候犯了错误 没有三里岛这个事件 所以我从那时候 是1979年 3月28号 从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 除了机械之外 人的错误 其实造成人类 其实最大事故的原因 就是人为错误 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了1987年 我成立的这个公司 中间大概调查了 大概有一百多个事情 发现 越来越发现 人的错误 是整个事件 不成功 失败的最基本原因 所以我就开始 慢慢的 做统计 就说 大概有个观念了 那么到了 以后 我就把这些观念 做更大的数据分析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发现 共同性非常强 就是人 人的错误 所以每个错误 都差不多就是了 而且一再重复 对 一再重复 对 五千年没有变 所以人的历史上 也是这样一再重复 一再重复 对 那就是人 可能人性就是这样 对 会疏忽的地方 会犯错的地方 可能都这样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 将来如果都是机器人 电脑会不会减好这些错误 还是会有 因为电脑是人制造的 就跟机器一样 所以这个人在 这个只要人碰到了 他就是做一个机器人 他的机器人中间最后犯的错误 还是人的错误 还有最大的人 最大人 还是人 为什么人一定会犯这些错误 因为人本身 在我们的天性来讲 都有很多 我们叫做不全面性 我们英文叫limitation 限制了 限制 比如说你的记忆力 你的短期记忆力 比如我今天看到 我车子停在哪一个位置 只有八个小时的记忆器 八个小时以后就记不得了 我们常常说放电 车子停在哪里 出来就想 到底地下三楼 还是地下四楼 都会糊涂 所以为什么 在一个卖场 到夜里面 大家都在找车子 因为大家早上去了 下午回来 超过八个小时 超过八个小时就不行了 人的 除了记忆力 他的 他的注意力 也有限度 你一个人只能注意五件事情 超过五件 你要犯错了 五件 五件 比如你 下午三点钟 你想睡觉 这是人在一万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你书也许 很多工厂 三点就休息了 休息 全公司休息 因为 因为人这种局限性太多了 我们可以列举到 差不多二十个局限性 当你这个局限性 你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因为到底是人 在中间 合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犯错了 当你了解到 自己的各种局限性 你的脑袋 各种的思考的 局限性 你就可以突破了 所以你先要承认自己有局限性 就是 然后怎么去防止这些局限性 你这边也写了 就我以前也看过这个理论 就说 在人类历史上 强国都是两百年 基本上两百年 两百年 但是因为现在可能 各种科学技术也许会 也就改变 那就是两百年 那你这边也写说 这个 开始可能很衰弱 慢慢慢慢起来 然后开始自搭自买 又不行了 要不要叙述一下 到底是怎样 这个是Tiller Cycle 这个人是一个 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把这个整个历史研究出来 我们公司也做同样的研究 跟他差不多 那个数字差不多 但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国家要起来 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从苦中起来的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一定是 多难性 多难性 有信仰 有努力 要团结 好到最后完了以后 就开始人类慢慢就享受了 就自私 就人民自私 然后就上面的领导自满 当领导自满 人民自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对互相 对彼此的利益 都不关心了 上面的人 因为自满 也不想做什么新的事情 只为自己的享乐 跟自己的权利 做一个追求 这时候国家就完了 完了以后 这国家就被别人 亲密了 完了以后 这批人再重新再来 再苦 这个在全世界 从中国到各国家 都是同样的现象 公司也是这样 按照这个道理来讲 开始很苦 然后开始几个人 然后把公司建立起来 最后大家自满 也不肯创新 不肯研究 然后甚至还抵抗 抵抗一些 要改变的一些 新的科技的 就垮了 对 苏利也举了不少例子了 你这边特别讲到 强盛的雅典 为什么灭亡 这很有趣 雅典 原来那么强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没有 对啊 请说 雅典这个例子 这个人类是一直在 重复这个例子 雅典的例子 这2500年了 因为人的历史 真的以这个 有文字记载 3000年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例子 雅典当初是 整个文化的中心 是 它包括了医药 包括了文化武器 全部最强 都是 都最强 苏格拉底 都在那边 那么他灭亡 就是太强了 他觉得 觉得别人 不应该存在 那隔壁有个国家 叫斯巴达 那么斯巴达就骗他 说我在 在雅典是希腊的地方 在这个意大利 就是隔个海 那么我一个小的 城市盟邦 这个城市盟邦 这个是雅典的盟邦 就是跟这个雅典讲 说我这个城邦 要被侵犯了 帮我 来救我 要救我 我给你很多钱 雅典就出兵了 这个兵出兵 他还派人去看 这个国家 果然这个人民 都穿得很好 故意骗的就是 骗的 每个人都穿 那天都穿漂亮 穿漂亮 穿着丝的衣服 带着金的项链 那么这个人一看 这个使者一看 哇这么有钱 那还得了 来救来救 来救 我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 又可以打 把我的那个斯巴达打掉 全部海军出去 一个很大的错的决策 那他的补击线相当长 他补击线 他这个整个决策 没有算好 没有想好 他最后的补击在哪里 就开始出兵了 因为没有这个补击也不够 出兵的这个线太远长了 在这斯巴达的地方 这个这个 这个意大利地方 全军覆没 雅典全军覆没以后 他没有海军以后 斯巴达就攻到雅典城 然后叫雅典城 所有贵族 在十二年中吃毒药 自杀 从那次自杀完 雅典所有的 精英都死了 全都死掉 这很狠狠的 狠狠 自己吃毒药自杀 所以你这边 结论叫做历史上 过度自信是兵家大忌 其实对一个公司也是这样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尔康 欢迎你回到赵尔赵尔康 声音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邱强博士 他是全球危机处理的权威 天下文化远见出的 燕怡真 陈明明 采访整理的 那书名叫做 零错误 零错误 大家都想零错误 但零错误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零错误 那你这边也特别提到 Nokia跟 科达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故事 然后你也提到 G1 那对 他们那时候 在管理学上常常用 这个六个标准差 那你认为要超越 六个标准差 我讲到为什么 对 因为这个六个标准差 是一个非常 非常科技性的东西 就是说 六个标准差 就是说 我什么东西 都是要非常精准 做一个 比如螺丝 什么那个尺寸都精准 六个标准差 就是一百万中间 只有一两个坏掉 不然我马上做这个分析 到底错误怎么坏 但这些公司都要求 六个标准差 但有一个东西没有要求 就人的决策 决策错 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量的 所以最后都是公司死在 都死在决策错误 就是跟人有关 那你的每一章后面 都有一个要练习的 那你这边 这一章也特别提到 这个 很多事情是该做未做 很多事情是要做做错 这有什么差别 什么意思 该做未做 我们比较懂 应该做你没做 要做做错 去解释一下 要做做错跟该做不做 这两种错误 这个错误 比如说要做做错 比如今天出去要买东西 忘了带手机 这个东西是要做 你做错了 没带手机 要做的是要带手机的 你没带 没带 还有一个东西 更大的错误 这个是常常看到的 就你该做没做 根本就是 就是你这比如说 很多事情 比如说好创造机会 很多一边朋友 不知道创作机会 是你要该做的 但大家觉得说 这个机会自己会来的 那你就是该做没做了 因为大家做的人 创造机会的人都成功了 你没有成功 另外呢 比如说很多人 说我 大家都 都有这个新念书 但他说 我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我不考 那也不行 所以这两个都 你的作业叫领导人 去想一想 哪三件事是他 该做 哪三件事是他 要做 做错 你认为说 大家随时要检讨 哪些事本来应该做 没做 或是应该要做 就会做错 这很重要 那你的第二章 讲的是零错误思维 比较进入主题 你特别提这个 马其顿的 雅历山大帝 那你说他一直是一个 缔造零错误的记录人 从二十岁登王位 十几年就变成一个 横跨亚洲 欧洲非洲的帝国 十八岁出生 是很了不起的 雅历山大帝国 三十二十 那么年轻就死掉了 那零失败 但是犯了一个错 对 就完了 我讲讲看 这个故事很精彩 你大家都知道 雅历山大帝国 他从二十岁开始 总共打了大战争 九个大战 总共九百个小战争 没有输过一次 每天都打仗 每天都打仗 他没有输过一次 所以在打仗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 每一件事情都要赢 他的思维多细 最后一天 他打完了战争 回到 三十三岁之前 回去的时候 他在他的首都 那就庆功宴了 庆功宴 请大家吃饭 那大家吃饭 那时候庆功宴很大了 因为他这个统治了 那时候刚打胜了 埃及 帝国 把埃及打下来 相当大 那么他的一个调酒师 在以前帝国过往 吃饭的调酒师 最重要了 因为酒里面下毒 是一个 最要防范的 人为错误 可能有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调酒师 一般都是 他的最好的 最相信的人 那么这次呢 他的一个很好朋友 就是当初这个 他不是班师回朝了吗 就让班师回台北了 台北市长 他在打仗 市长在帮他管 管他 管这个 管他 管他治 对 他说我儿子 可不可以做你调酒师 他说可以啊 因为你在管得这么好 我出去了三年了 你请做调酒师 好 他儿子做调酒师 他儿子后来发现 他就在这个酒里面下毒 下毒以后 就是我们叫做一票否决 就是怕弄死了 一票就完了 一票就完了 所以就是这么个错误 就这个错误 所以人生任何时候 都不能有任何一个错误 对 不能够有一个 致命的错误 致命的错误 那你这边讲说 有四个零错误的思维 到底哪四个零错误 所以我们继续再回来 我们先访问 邱强博社 他的新书 零错误 Aero Free 那当谭德亚利三大 这本书有写了 他说 亚利三大犯的错误 第一个是 四九四不应该只安排一个人 因为两个还可以 double check一下 互相监督一下 第二个就是 亚利三大没有培养接班人 所以你 别人杀了你 别人可能就接了半人 如果你有接班人 就算杀了你 接班人起来 不是你 他就不叫杀你了 杀你也没什么意思 那你这本书想 有四个零错误思维 第一个 只要是人 就可能犯错 人 我绝对也是这样 我也常讲 只要是人就会犯错 第二 每个错误都可以预防 第三个 错误有不同的来源和形式 每个错误都有专属的改进方法 第四个 企业里的每个人都需要知道 养成零错误的做事方法 以及建立零错误制度的方法 要不要请邱博士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在我1987年 陈一零错误公事的时候 就是我跟几个麻省理工教授 在谈这个事情 大家发现我们都做了很多危机 调查的事情 都是同样的错误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错误重复发生呢 最重要其中一个 就是大家接受这个假设 说人一定会犯错 所以人犯错了 应该的嘛 那我们下次小心好了 小心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犯这个错误 这一个错误 犯另外一个错误 对 他这个假设 所以检讨跟分析不一样的 他说检讨 只检讨一个错误 他还是不会想到说 这个错误 根本全面性可以防止的 所以我在1987年 就挑战这个假设 然后最后 我们就分析了八万个资料 整个全历史跟各公司 内部的资料发现 都可以预防的 所以零错误第二观念 就是可以预防的 第三观念很重要了 因为这个零错误预防 他的 他的 他的这个各个来源 跟他的这个错误的方法不一样 就人的局限性不一样 那你要知道局限性 你要知道来源 你要一个个打 一个个打 一个个打以后 你全面性就没有了 那么第四个很重要 就公司来讲了 公司 不能够只用方法来减少错误 他一定要有个制度 这个制度 就决策有制度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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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 你做一个 公司应循有制度 当有制度以后 你所有方法 都变成一个 永久性了 制度还是很重要 就是 所谓制度一方面是 制度上让他临错误 一方面是员工也必须要有 有这样的训练观念 尽量临错误 就是每个员工都要临错误 对 你这边写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单向弱点 什么意思叫单向弱点 单向弱点就在一个情况中间 任何一个情况 只要一个错误 比如人犯错 你不是你犯错 可别人犯错 或者是一个情况发生 这个情况发生可能下雨 或者是东西你定东西没来 一个情况发生 是你没有想到的 造成一票否决 就完了 全部东西垮掉 那这个单向弱点 一个 就是整个key 最主要的弱点 对 就像你提到说 你那个德 Texas A&M的那个 那个营火垮了 也是因为地不平 就是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就 就整个完了 就死了死了死了死几个人 对 哇这是很惨 这很惨 那你说有三种人为错误 第一种叫知识型错误 规则型错误 技术型错误 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什么叫知识型 知识型错误就是 你在知识型的行为中间 比如说你说决策 它没有规则的 或解决一个问题 复杂问题 没有什么规则的 你全部要以前的经验 你的知识来解决 犯了错 叫知识型错误 那么什么叫 规则型错误呢 就是有个规则 我们公司都写了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写错了 你犯了错 或者是流程 你不遵守这流程的指示 犯了错 叫做规则型错误 那什么叫技术型错误呢 技术型错误 你已经变成技术了 比如技术什么东西 开车 一个技术 骑甲拉车是一个技术 你板手 天天在做板手 这个拴螺丝钉 拴一百万次都一样 你技术 你也没有什么规则了 好 就是说做得太习惯了 那叫做技术型 那技术型的行为里面 中间犯了错误 就技术型错误 你这边说平均 你们做17个公司 大量的调查 平均员工 一天会犯7个错误 这么多啊 对 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的 对 都有后果 大多有7个错误 好 那你这边特别 因为我们刚提到 暗杀 你说改变历史的事件 都是有人犯下单向弱点 就刚刚的很key 很重要的弱点 比如你举的林肯 甘乃迪跟这个John Lennon 那要不要讲一下 林肯为什么 他看戏啊 那是怎样 林肯啊 他那时候就是 大家知道林肯被死的时候 南北战争刚完 所以这个南方人 对他是非常敏感的 他那天就看戏 他有一个保镖啊 在外面保护他的 那么他另外跟一个朋友 一个上校在那边 上校没有带枪 但是保镖带枪了 那么这个戏院是已经 外面都有警卫了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警卫 那么这个警卫在10点钟的时候啊 就跟 看看大家都很安全啊 就跑到下面去喝酒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单向落点的情况发生 一个演员 因为他可以进这个戏院嘛 在这个 在这个看到 他在等着 就看到这个人走了以后 进去就林肯 脑袋一枪就死掉了 就单向落点 就是他 他什么都想到了 没有想到 最落的那个时间 就是 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 没有很多 很多别人保护他的时候 那那时候 然后出了错误 就一票否决了 甘乃迪呢 甘乃迪死的时候 在德州去 在德州去 他也知道 那时候你背景是 甘乃迪反越战的 他的副总统是赞成越战的 所以那时候是 人民的 这个对他的这个 这个情绪 是有相当大的 不同的 有的赞成 有的赞成他的 那他在德州竞选的时候 在这个 这个达拉斯地方 在开车的转弯的时候 他这个车速下降 转弯回来以后 速度没有增加 这个再 转弯 你这边想 降到18公里了 18公里 一般是用32公里 一般32公里 转弯慢了 慢了 在主机手来讲 32公里是打不到的 因为车在跑 车在跑 那么 而且转弯 他这个条路 总共就四个转弯 四个转弯地方 都是单向落点 因为主机手 一直在转弯地方 对 没在这边狙击你 对 所以在他这个 他的这个警卫啊 他的这个警卫人员 在四个地方 都没有清场 这清场很重要的 你只要可以暗杀地方 要清场 第二 你的速度不能降到 小于30公里 他降到了 所以两个事情出来 有单向落点 那犯了错误 就他这个警卫犯了错误 他就一票否决了 将来呢 就是没有带保镖 别人叫他保镖不带 因为他是反战嘛 他反战 很多主张战争 恨他 对 恨他对 他不带保镖 他太太跟他讲 那天被杀了那天 你一定要带保镖 这是最重要单向落点 那时候反战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将来呢 写一条歌叫 Imagine 很好听的 很好听 就说Imagine 没有这个 他这条歌就讲说 当世界没有边界的时候 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是当初对于 反战跟反宗教 就宗教人员 就教室啊 就讨厌他哦 在那个时候 他太太说 你要带保镖 他没有带 是就完了 对 就一个缺 缺失就完了 对 你说你 你这么多年来 你常常注意到说 一些成功的人 不知不觉 就养成灵臭的习惯 你说你跟高通的创办人 这个尔文雅克部 在马省理工学院 注意到他离开餐桌时 会对我说 有没有忘记东西 你觉得这就是 anything mission 就是说你认为 这就是一个避免失误 忘了带手机的 忘了带什么 对 对 那不是讲 就是你的观察到这 我观察这样子 很多成功人 他这个最重要都 他在成功的路程中 吃了苦 都慢慢养成 这个零错误习惯 他没有看我这本书 也没有看过大数据 他自己养成的 比如讲几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成功人 贾布斯里面也知道 成功人 他以前犯的错误很多了 他以前被他自己公司踢掉 因为他犯了错误 后来回来 他12年回来 几乎我看 我他被踢掉之前 我看过他 踢掉以后我看过他 完全两个人 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他对自己的要求 自己的分析 非常严 对朋友的假设 挑战非常严 你每一个 你去看这个 贾布斯的这个 这个影片 他的这个YouTube 每一个都在挑战别人假设 他他挑战假设 变成他的一个习惯 就当初这个 这个什么是假设的 假设就单向落点 假设就这个假设 一完了以后 你的整个的角色都完了 假设错误就 就是单向落点 你看他凶的要命 人家都怕他 为什么呢 大家一般人 都不会想到假设错误 假设错误就单向落点 但他就 从他之前被开除之后 我发现他变得最 变化最大的 就是挑战假设 这是一个 就是问你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讲你的理由 然后我就挑战你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市场现在好 你要讲说 我怎么分析 但是一个挑战 很多人在那边 被挑战都会哭哦 眼泪都掉下来 为什么 没有办法打 他这个能力 在他被开除之前 Apple之前 在1985年之前 我没有看到 后来我看到了 发现他 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另外一个高通老板 叫做Irvan Jacob 他跟我在马尔森里公 同在教书 到了 我后来现在住在加州 他也住在加州 我到加州来 就他跟我讲说 这个地方 70度 我们叫Lehoya 靠海 天气没有地震 没有风灾 没有水灾 没有下雨 什么都没有 太好了 我住在他附近 所以有时间见面了 他一个习惯 我发现了 因为你跟他 常常在一起 就是一个习惯 他常常问 What's missing What's missing 你缺失什么 后来发现 在我这个写书的时候 到8万个资料 研究完以外 发现人的决策 最大错误就缺失 你根本就是 没有想到 你没有想到的东西 所以他一直问 What's missing 就是你是不是都想全了 你是不是都做到了 你是不是什么都看到了 他这个习惯 把高通一下带了很快 所以高通 你发现高通 所有的设计 都人家没想到的 这古人讲 多算剩少算不剩 大概是个道理 这样子要多算 多算 好我们继续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邱强博士 谈他的新书 天下文化远见出的 Aero Free 零错误 全球顶尖界 都采用的科技策略 这个书非常好看 他引进据点 有很多的例子 有理论有实物 左脑右脑 我们只知道左脑 右脑 你这边还有左脑 外向内向 右脑外向 我怎么知道我是 我看的时候想说 我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分析 好我们这个研究了很久 发现全世界的人 都会犯错 都有犯错的倾向 但你左脑右脑 你是左脑右脑 或者内向外向 可以决定你错误的方向 就哪些错误你一定会犯 比如说我们讲说 左脑右脑 指一个代名词 代名词就是说 你右脑人是以大方向为主 像画家一个右脑 他看一个画 他整个画来看 他不是看画中间一部分 一个树 他看整个画的协调 跟有什么东西缺失 这右脑 左脑人是个逻辑人 他一看逻辑 他看一件东西 是看他这合不合理 所以逻辑人看画 不是看全面 他觉得说 这个树 怎么长得特别大 特别小 特别怪 特别怪 对 怎么树长得天上去了 他一直在想 不想到这个全面性 但他逻辑性非常强 所以很多工程师都是左脑 好 那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左脑人因为逻辑性 他看不到大方向 那大方向人看不到逻辑性东西 那这个错误就错在这里了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 内向外向 当你内向的时候 你很多决策都以外向想 以自己的想法作为做主 外向的人是以外面的影响 外面的感官来感觉 做你决策的主要的基准 所以当你是外向的人 你常常在做内向的分析的时候 一个决策分析的时候 没有做好 但内向的人 你要做决策的时候 常常忘掉外面的观感 观感 就没有想到说 这个决策做完以后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反应 怎么会拒绝我的决策 因为他没有想到 外面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当我们发现 每个人的错误 因为我们的大脑的成长不一样 内向外向 跟你的 比如说你的左脑右脑 一半是生长出来的 你的父母亲 一半是环境 当你有造成了这个情况以后 你一定要补强 补强的意思是说 你的合作伙伴 一定要跟你完全相反 所以我们发现 所有成功的企业 成功的人 他的伙伴 永远是对口的 可以互补 不会同样的 同志性不会太高 对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比如说 微软 他老板 两个老板 那个 比尔 Gates 跟他的 Paul Allen 完全个性不一样 那个乔布斯 跟他的那个对手 叫做Steve Wozniak 完全不一样 两个人天天吵架 在最后 不怕吵 不怕吵 你去看这个 这个 这个微软的公司 的董事会 是吵架出来的 你到乔布斯的董事会 吵架出来 为什么 他完全相反不一样 但吵架完以后 他的决策是最好的 所以一个董事会 说不吵架 大家和和平平 可可气不见得好 不见得好 不见得好 同质性太高了 对 同质性太高 但是最重要 你如果是结婚 一定要同质性 我们发现 结婚70% 的结婚好婚姻 都是要同样性质的人 跟你结婚 好 这懂不懂 这个很重要 所以好 我现在大家了解 就是内向外向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像我基本上比较外向 那有些比较内向 对 那我逻辑比较强 所以我应该是 所谓左脑比较强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左脑外向 对 那有的人是左脑 工程师 但他比较内向 大部分工程师 是很内向的 对 他不是people oriented 对 他是non people oriented 大部分工程师 就是不喜欢跟人 他是喜欢跟机器 跟物在一起 那但是他可能是左脑 所以是左脑内向 对 那有些人 这个是右脑 艺术家啦 等等这类的 但是他也可能有内向外向 这分成 有这四种 然后这书上再告诉你 这四种人的优点跟缺点 要注意哪些细节 好 刚刚谈到婚姻 在你的这个打造快乐 与成功的人生 这很重要吧 人生的七大陷阱 你第一个就是选择婚姻伴侣 跟工作伙伴 要怎么选择 对 这样子 我们做很多分析 在这个 但这个人生快乐里面 我们大概至少有十年的 研究 这个研究的能力也相当大 但是结果很简单 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 人快乐 工程一定成功了 但人不快乐 工程不成功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决定这个研究 能怎么快乐 后来发现 很简单 只有几件事情 但是 我们常常犯这些错误 就不快乐 什么错误呢 有七大陷阱 这个陷阱在那边 人的在这个陷阱里面 出了七个地方 出了错误 人生 你的整个蓝图 就是往这个痛苦的方面走 在这个地方 七个地方 你的决策做得好 你就往快乐那边走 你快乐就会成功 所以你这七个 一个叫选择婚姻伴侣 跟工作伙伴 第二个叫做 追求与亲朋好友 拥有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第三个选择职业 第四个选择人生目标 第五个追求知识 第六个可能面对 可能沉迷其中的诱惑 第七追求机会 其实这七个 每个都很大 都很大 你选择职业就是很大 狼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对不对 人生目标呢 更是很大 那所以该 到底该怎么样 好 我先谈这个婚姻 婚姻他这个最重要的 我先看这个 因为零错误什么东西 零错误是一个科技的 大数据分析 你大数据知道了以后 你要跟大数据 跟着大数据走 他这个大数据 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一个婚姻 你的婚姻伴侣 一定要共同性格 最好共同性格 共同背景 那共同目标 这三个中间 差了一个两个 就出问题了 有的是差三个 所以很多 有目标 我要赚钱 这个经营企业 他要过轻松的生活 不要压力就完了 目标就不一样了 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你不回家 我再加班了 加什么班 对类似这种 对 就天天吵架 就没有了 那你的生活就不愉快 天天在家 你吵架 跟一个老婆 跟你一样 你要轻松 他也要轻松 那不是更愉快吗 所以很多人 成功的人 发现他的老婆都很好 你看 再从贾伯斯好了 Bill Gates Paul Allen 你把这些所有成功人在一起 除了这个Jeff Bezos 都很成功 因为他Jeff Bezos 就是这个Amazon 这个亚马顺 亚马顺的 亚马顺 亚马顺 他也是跟他老婆 好好的过了 差不多20年的生活 在那个时候 算是不错的 对啊 所以都是有很好的婚姻 所以很重要 就跟大家讲 这七个地方 你如果按照常理来做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非常愉快 你的成功概率非常高 但是要 但是不容易啊 你比如选择职业 我怎么很年轻的时候 他可能还不清楚 他可能就选错职业了 对 这最大的最大的问题 那他怎么选呢 他怎么要 对 这很大问题啊 赵先生讲的是很重要 各位啊 大家很重要 因为选择职业 你刚才选择职业 跟你性格不合 比如你是个内向人 你做一个业务 那很累的 你天天晚上回家都累的办事 你这业务也做不好 业务也做不好 你也自己累 如果你选择一个 一个内向的东西 去分析什么东西 很愉快 所以我们在 劝这个读者 大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我的学生了 都要先做一个 一个 一个性格测验 一定要性格测验 性格测验 那告诉你很多职业 你可以做的 那你在 你在职业中间找的最好 对 我年轻的时候 在美国公司服务 他们给我做一个test 测验 但是花很多钱了 好几百美金 几十年以前 他们就说 他们没有做这个测验以前 公司的流动率70% 做了以后 留下来的70% 所以可见这个测验的重要 对 我们先访问是 邱强博士 谈他的新书 零错误 全球顶尖企业 都采用的科技车略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回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这个书是要很精彩 我们是讲的实在有限 我们想问是 邱强博士 谈他的这个新书 天下文化元件出的 叫零错误 你这边有一个标题很聪动 努力不见得会成功 有没有想象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看到 努力的人跟不努力的人 后来发现 不是说努力的人一定成功 但也不是说不努力的人一定不成功 后来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 我们就开始分析很多资料 做很多调查问卷 后来发现 最后的错误 就谁犯的错误最少 谁决定成功 跟努力的关系不大 就比如说我后来想通了 当你在一个错误的角色中间 奔跑努力 最后的结果是你 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 不会好的 但是当你在一个正确的路头走 虽然走得慢 都比别人走得快 为什么 别人都在别的方向跑 你是以最快的速度 达到你的结果 后来发现 大家在错误的奔跑上 错误的道路上奔跑的人非常多 大概是90%吧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道路这么正确呢 就是你的 比如在人生里面 我们想说就说这七个道路 你一定要跑得对 在公司 在做事业上面 你在一个公司来讲 你的道路就是你要减少员工的错误 这个道路 一定要做得好 那你大家在走路 都比人家跑得快 讲少犯错 我们常常选举 是因为台湾选举热嘛 他们讲选举人有两个会成功的 第一个就是你越会利用时间 上帝很公平 跟你一样的时间嘛 所以最会利用时间 第二种呢 谁犯的错误越少 都在犯错 不可能都不算错 第二个谁犯的错越少 另外呢 这个错误是可以弥补的错误 对 不是那种是完全不能弥补的错误 就比较容易成功 好像也是台湾的道理 同样道理 好吧 我们时间不多了 剩下三分钟 是不是邱博士 给我们做个结论 谢谢各位 谢谢赵先生 大概我的结论 就是说在八万个资料 33年 我们有一百个人做了研究 结果非常简单 就是说 谁犯错少 谁就成功 跟你的个性 原来的成长 你的穷或不穷 你或者是 生长在某一种家庭 关系不大 最重要 就减少错误 这个减少错误的方法 是一个逻辑学 也一个方法学 当你方法找到了 你马上就可以变成零错误 今天 你学了零错误方法 明天就零错误 零错误是一个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说 你从方法养成习惯 不是从一个理想养成习惯 如果是以理想养成习惯 可能是五年十年 可能一辈子都养不成 方法论是个科学的 就对于你一个工程师 写工程师 今天学到了 明天就做好了 所以方法论的零错误方法 可以带给大家 变成一个零错误的人 一个成功的人 有很快 就可以达到这个结果 那这本书里面 也提到很多方法 你觉得看了这本书 这些方法都可以应用 都可以应用 对 因为这本书 也提到 刚刚这个邱博士提到 他说其实不一定说 成功没有一定的模式 他决定 譬如说 这个张宗某 台积电 跟这个郭台铭的鸿海 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受的教育 个性完全不同 都成功了 很多很多企业 我常常讲 将军打胜上 有100种方法的 对 对不对 你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但是你既然决定 那种方法 就要达到底 不要改过来 改过去 改过来 改过去 改到最后 一事无成 那也就是成功人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但是只要 方式对了 减少错误 对于邱博士来 就是零错误 或是少错误 就是成功 就成功 不管哪种方法 不管你哪种方法 都可以打赢 只要少错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邱强邱博士 来跟我们探讨 他的这本书 零错误 那error free 就是没有错误了 那当然不容易了 但是看看这个书 告诉你 到底在各种方面 你在个人的个性方面 公司方面 规则方面 技术方面 设备方面 怎么样减少错误 或是怎么样达到零错误 谢谢邱强博士 谢谢 谢谢